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 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西南部的黑山地区 是一个以其雕塑艺术和美国历史为主要特点的国家公园 该公园最著名的景点就是拉什莫尔山 身上刻有四位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的巨大石头雕像 这四位总统是 乔治·华盛顿 托马斯·杰弗逊 西奥多·罗斯福以及阿伯拉罕·林肯 这一艺术创作的灵感始于1923年 当地的历史学家多恩·罗宾逊 为了吸引游客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提出在黑山区刻画出对美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而雕塑家贡托伯格伦负责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他选择了四位总统作为主题 并于1927年开始施工 历经14年的艰苦努力 该艺术工程于1941年完成 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 以其壮观的自然景观和真路人心的雕塑艺术文明于一世 每一位总统的脸庞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们展示出他们的个性与精神 乔治、华盛顿的形象象象征住美国的诞生 托马斯、杰弗逊象征美国的扩张 西奥多的罗斯福象征着美国的发展和工业转型 埃阿博拉罕、林肯则象征了美国的统一 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面积达到点17平方公里 除了四位总统的实相之外 公园内还有博物馆、教育中心和礼品店等设施 提供游客了解公园历史以及四位总统生平的机会 此外 公园内还有一些不行道和独步路线 这些路径穿过壮观的黑山景观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欣赏自然美景的机会 每年 公园都会吸引超过百万人次的游客来此参观 其中 除了国内游客 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 他们都被这座山脉的壮丽景色和四位总统的精彩雕像所吸引 许多观光客都表示 站在这些总统的巨大雕像前 他们能感受到美国的伟大和精神力量 因此 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不仅仅是一个公园 让人体验美国历史 文化和伟大精神的地方 每一块石头 每一座山丘 甚至每一棵树都在诉说着美国的历史和文化 公园里的每一座雕像都让人有种走进历史的感觉 仿佛能精致见证这些伟大人物的一生 感受他们对美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此外 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还有很多活动公游客参与 例如 有导览员带领的公园导览 让游客了解公园的历史和实相的制作过程 有夏季的露天电影场 播放关于公园和伟人的影片 还有总统的步道 这是一条神奇的步行小道 图中有许多解释牌说明历史和实相的故事 无论是对于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人 还是爱好大自然的人 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都是一个值得意有的地方 它是一个尽能学习到历史知识 又能欣赏到大自然美景的地方 这里的每一座总统雕像都矗立在那里 像是守护者一般 默默地守护住美国的历史和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